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这节课就从一些图例 我们从一些图片的这种上面去理解 或者说是去认识 看一下什么样的画面 它属于素描 素描它为什么要画这个 为什么要学习素描 这些东西在这一节课里边 我们将能够找到答案 素描的理解也认识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就是画画的每一个学习绘画的人 他对素描的学习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步 就是说他这个他是经历 他是必须要经历过的 必须要经历的 也就是说他是逃不了的 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素描之前 一定要对这个素描的这个概念 要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 这样的话学习起来才会有一定的这种效率 我们从这个几个点上面去分析 首先就是它的概念 那它素描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素描它的一个狭义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它泛指单色绘画 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没有这个红黄绿蓝啊 这些五颜六色的这些画面 它的它的概念呢 是泛指单色绘画 它只是一个泛指啊 并不是一个绝对性的这种概念 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概念里边呢 不要把它给定死 由于现在这个材料的这种越来越丰富 那素描的形式 它不像古代一样 它只是做这个服务 为这个创作做服务 做一些前期的草稿啊 推敲啊等等等等 所以说 它的这种样式呢 还有这种表现呢 越来越广 你看最早的时候 说到这个概念呢 我们要从它的功能说起 就是从它的功能说起 就是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呢 这个 很多画家啊 就是早期的时候 比如说古代的时候 有早期的画家 它呢 就是把这个素描呢 作为一个油画创作的一个 前期的草图的推敲啊 就是说 比如说我画一张大画面 那我首先呢 在这个 拿这个素描的形式呢 在这个小的草稿之上 去画大量的这种练习 或者收集大量的素材 我们学习的素描 它属于西方的绘画的一种 所以说 首先它属于西化的那一类 我们要理解到 就是说 在 在最早的时候呢 它没有 人们没有这个相机的时候 它实际上是用这个 这个素描的方式来记录 来收集素材 然后 给这个创作呢 做一些这种 草图 草稿 做一些前期的准备 这是它的功能 这是最早的时候 当然在 往后面发展的时候 当素描呢 被独立出来 就是说 它已经成为一种 现在意义上来讲 它已经成为独立的一个画种 它不但还可以 具备就是之前的这些功能 或者说是 它的作用 那它同时呢 还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这种 绘画语言来存在 所以说 现在呢 我们很多大师里边 他自己都有这种 画素描的这种习惯 只有少数的大师 画素描少 但是大部分的大师 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 素描的训练 都要经历这样的 素描训练 这是它基本的一个概念 和它的来源 基本的概念和来源 就是说 在最早的时候 这个素描呢 实际上是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记录 当它没有这种 相机摄影术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一个 人们记录 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到了后面之后 它已经成为一种 独立的绘画语言 就是它独立出来之后 它一方面呢 还是继承以前的功能 那其次呢 它也独立出来 它成了一个独立的画种 或者是独立的科目 都可以这么说 那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特点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泛指单色绘画 就是说实际上 有些画这个 比如说一些画彩线啊 等等等等 包括一些水彩 其实它里头 还是有一些这种 利用了这种 一点点的色彩 但是这个都无所谓 都可以把它归纳为素描 它的特点呢 我们在图当中呢 可以去看得到 包括它内容 内容的话 这就是说素描 它可以这么说 可以说无所不能 它是什么样的内容 都可以画 风景的 人物的 包括近物的 动物的 山水的 花鸟的 都可以 所以说它的这种内容 它是比较广泛的 比较广泛 从它的目的上来说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 它的目的呢 就是一个记录 就是一个记录 或者说是一个这种推敲 草图的一个推敲 这也是既是它的目的 也是它的这个意义 就是能够为这个油画呢 做一个前期的一个铺垫 做一个前期的铺垫 那所以说 所以说 早期它的功能呢 是这样的 那它的目的和意义呢 它就会显示出来 但到了现在 我们在学习素描的同时呢 实际上 也是作为我们的 基本功修炼的一个 必备 必经的一个课目之一 就是它能够 很短时间内的 就提高我们的绘画能力 提高我们的绘画能力 所以说呢 画素描它的意义 还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 现在世界各国的 这种美术学院 没有一所美术学院 说它没有素描课 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就像我们学习任何一门语言的时候 它都有它的 都有它的字母啊 包括它的这种来源啊 就像任何一个国家 它都有它的语言 是这个 就和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素描呢 它在这个绘画当中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是围绕着这五个概念啊 五个点呢 来展开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呢 是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的一个作品啊 就是画的是一个人物的半身下 人物半身下 我们再想一下啊 就是说 从它的概念上来说 它是一个单色啊 是拿铅笔 单色绘画 也就是说 实际当中我们人呢 是有肤色的 包括穿的衣服呢 也是有颜色的 也是有颜色的 但是在这里呢 就是把这个颜色剔除掉啊 只用黑白的形式啊 我们知道早期的时候 我们先有了摄像机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是黑白照片啊 见过黑白照片 那这个 素描呢 就相当于把色彩的东西啊 把红黄绿啊蓝啊等等的 这些色彩的东西给剔除掉啊 用黑白的形式呢 来表现对象 这也是它的基本的特点啊 基本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啊 就是说比较 可以说是比较 朴素的一种表达方式啊 朴素的一种表达方式 它没有那么多的这种五颜六色啊 非常简单的一个黑白 来表现这个对象 就等于说 我们把这个绘画里边的啊 很多要素呢 给它抽离出来啊 抽离出来 其中这个黑白就是一个最大的 绘画里边最大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啊 黑白的这个这个关系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内容 所以说呢 素描其实就等于是把这个部分呢 给它抽离出来 或者是独立出来 来研究啊 来研究 这既是它的一个呃面貌啊 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这个呢也是啊 这个也是俄罗斯的素描 这首先呢 它呃 我们能看得出来啊 就是说在这个画面上 它是呃 正常的一个人物的写身啊 就是说我们 如果说拿着五颜六色的颜料呢 在这个画面上直接去画人啊 对于一个就是说 没有一定的造型能力的 呃 这个同学来说呢 它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啊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它里边有太多的复杂的 啊 这种内容呢 需要处理啊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黑白 这个这个内容呢 处理出来啊 单独的 或者是分离出来 单独的去研究它的造型啊 研究它的这个呃 明暗 或者说研究它的形体的时候啊 它就相对来说呢 就比这个全色呢 要简单了很多啊 简单了很多 所以这也是画素描的一个意义 就等于是把色彩和造型呢 给区分开来 去深入研究啊 区分开来 这个里边只有黑白啊 它是单色的啊 没有红啊绿啊等等 这样的色彩关系 所以它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简单啊 就比较简单一些 但是这个素描的学习呢 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它是最重要的啊 其实也是比较难的 但是相对全色来说呢 肯定要更简单一些 这个画面呢 我们是一个 也是一张啊 石膏像啊 是一个雕塑啊 画的一个雕塑的写生 但是我们能看出来啊 这个画的画呢 其实说包括它的胡子啊 你看这个胡须头发 我们看上去是非常非常的细 非常非常精致 那如果说你想 我们拿上这种彩色的笔啊 这个油画的笔 或者是肥彩的笔 拿着这些颜料 直接去画这个 是很难画的呢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单色啊 铅笔或者木炭 或者碳金条等等等等 通过这些工具和材料呢 去研究它的形 因为它可以擦嘛 可以改嘛是不是 所以说它的这种方便性 决定了它这个 最广泛的利用 广泛的使用 那同时呢 它也是提高造型能力的 和提高这个造型能力 和绘画能力的 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所以说呢 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 非常伟大的画家 它都是一个 这个 每一个非常伟大的画家 它都是一个素描的高手 包括画抽象的一些 这个画家 它都是 我们能看出这张画啊 这是应该是大师的一张 像是拿这个水彩画的 我看这个笔处呢 就能看得出来 你看这个一片一片是吧 这一看就是水彩画的 但是我们能有能看出来 你看底下呢 拿这个铅笔线呢 勾了一个什么呀 勾了一个形 大致的勾了一个形 然后上面呢 它拿这个水彩啊 就是褐色 这个褐色呢 走了一下这种明暗关系 反正我们发现 这么一画呢 反正很简单 是不是 很简单 而且从这个上面能够 看得出 它的一个很 很强烈的 或者是很明显的一个 这种光 光感 是不是 那这个 也是素描啊 也可以把它归纳为素描 这个里边 虽然它是拿这个水彩的 这种水性的材料画的 但实际上呢 素嘛 你看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 这个素描的意思呢 是吧 从字面上 意思来解释 它是素 它是 就是比较淳朴的 单一的 这样的 一种表达形式 可以把它归纳为素描 也是可以的 你看这个画面呢 它和之前的 这个铅笔画的 它就不一样 是吧 它和之前的 就不一样 你看 前面的都是拿铅笔 所以说我们不要 就是以后呢 在这个学习当中 学习当中呢 可能也是以这种 干性材料为主 但是 千万不要以为 除了铅笔画的 或者除了碳笔画的 其他的都不是素描 这样理解 肯定是有问题的 太狭暗 它的素描的概念 其实还是很广的 还是很广的 像这个呢 它是 拿水彩的这种材料画的 但是它呈现出来的是 一个素描的一个效果 效果 这个是不是 这个它一看呢 就是拿这个 铅笔 是吧 干性笔 或者是鹅毛笔 你看 也是非常 简练的挂 勾了一个建筑 建筑 但是里头呢 它有很多这种 明暗的关系 明暗的关系 所以说呢 从这个上面 我们能看得出来 它是利用这种 素描的形式 利用这种简单 方便 又快速的这种形式呢 来去推敲 这个建筑物的 形啊 色啊 明暗关系啊 空间关系等等的 推敲这些内容 所以说呢 它的功能就能够体现得出来 1993年 它的功能呢 就是记录 或者是 这种 为后期的创作呢 做一些草图 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这个呢 也是 我们能看得出来 你看 这个呢 就接近我们这个自己画的 就非常的简单啊 它这个里头呢 你看这个建筑 推敲它这个形 从近处到远处 从这边怎么弯过去 这还有个楼梯 那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所说的啊 有空间啊 有前后的这种对比 那通过这个楼梯的形式呢 它来去推敲这些内容 这些东西呢 就是等于是 把绘画里边呢 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 给抽离出来 单独的去 研究 研究某一部分 这样的话 实际上就更加的有效 更加的有效 这个呢 是一张人体 人体作业 你看 既可以画人物啊 穿着衣服的 也可以画这个人体 没有衣服的 还可以画建筑物 还可以画风景 是不是 从内容上来说 它是什么都可以画 它没有局限性 没有太多局限性 你看它非常真实 非常真实 它能画得很真实 也能画得很 很简单 很简练 几根线都可以 只是时间的长短不一样 上的这个颜色不一样 颜色多 它就接近长期作业 颜色少呢 它接近短期作业 那这个呢 就没有上面那个 画的时间长 是吧 很明显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呢 就感觉画得很快 在上一张呢 画的就比较慢 画的特别多 我们看一下 这个一看就是画了很多 背景也画了很多 人物也画很多 所以说呢 我们看上去 这个更加真实 就比这张呢 更加真实 这也是素描的最基本的一个面貌和特征 还可以说是一种形式 你看这个风景呢 画的就非常的具体 因为什么呢 它这个建筑更具体了 建筑更具体了 包括这种小窗户 树光 看这些形状的树光 背光 还有这个栅栏 它非常具体 包括这个草地 这个小窗 都非常具体 所以说画得非常漂亮 所以素描它的功能呢 还是非常强大的 你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 来进行创作 创作自己非常想画的作品 也可以作为一种记录 一种素材的收集 来去记录 这样也可以 但总之呢 它是一个非常方便 又有效 又快捷的一个绘画形式 一种绘画形式 这个呢 是一个我们经常见到的 素描的几个镜物 一个壶 一个果子 我们学习的当中过程中呢 可能就要从这个最简单的 一些东西入手 最简单 可能还要比这个简单 素描的学习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它不可能就是 很快就能画得好 包括前面 像有些画面 看上去很简单 但实际上呢 它画了很多 很多星色 它是多年之后的一个积累 才能够呈现出那么 寥寥几笔 画得非常的丰富 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都是素描 只不过它是研究的对象 或者研究的课题不一样 而已 这个呢 研究的它是形体 结构 前面那张呢 是它的这种明暗 光影 这个呢 都是形体结构 就是说素描 它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去表达 很多种方式去表达 它可以研究不同的对象 研究不同的对象 你看 这个呢 是不是素描呢 它 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 未完成的 未完成的 你可以说它 是色彩 也可以说它素描 其实呢 当你画画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其实是相互的 其实相互的 这个里边呢 它是有绿色 有肉色 有这个头发的棕色 但实际上它是色彩 实际上是色彩 但是呢 它从某些方面 其实是 很强的 有很强的素描关系 那这个到后面呢 我们逐渐的学习当中呢 会明白过来 头发这块是黑 它又黑 然后胡子呢 它又是灰的 脸呢 它是亮灰的 然后这个底下衣服呢 亮 现在说这个呢 大家都不太明白 但是到后面呢 这个会逐渐的 明白什么意思 这个呢 也是一个典型的素描 典型的 就是单色 其实呢 它也是为创作 做一些铺垫 做一些这种研究 我们所看到的 都是一些名家的 大师的一些话 我们学习的时候 就没有这么复杂了 就从最最简单的入手 这个呢 是伟大的丢乐画的 你看它这个 虽然是画在一个 有色质上 但是它基本上 还是一个单色的形式 单色的形式 来研究它的形体 等等等等 这个也是啊 我们虽然说 能看到它这个脸部呢 有了略微的淡淡的 一点点这种色彩 但是基本上 它还是一个素描的关系 它的形 你看它的侧重点 还是很在乎形 包括这种 底下哪些地方是背光的 哪些地方是受光的 这些东西呢 是素描里边 研究的对习重点 研究的重点 这个呢 是一个 佛罗隆萨 一个佛罗隆萨美术学院的 一个作业 作业 很典型的素描 很典型的素描 就是它你会发现呢 画的非常非常真实 非常真实 也非常的这个厚 从前往后这种 这种体感 非常漂亮 这个都是 只是画的对象不一样 你看前面呢 我们有画人的 有画人体的 还有画风景的 包括还有画这个人物的 动物的都可以 都可以 这个呢 还画石膏的 是吧 所以说它的这种功能呢 还是非常强大 它都包括它的内容 它可以表达非常多的内容 就不论是什么形式 什么内容 什么题材 它都可以去表达 都可以去表达 所以说 它这种工具材料 这种方便性呢 也成为人们追捧的一个原因之一 这个也是 人家多漂亮 单色是吧 单色 但是它能画得这么的真实 其实呢 就是 抓住了这个 画面里边 最根本的 或者最本质的一些 黑白关系 黑白关系 因为它是没有色彩的 所以说 素面里边 它研究的是黑白关系 最重要的是黑白关系 形体关系 空间关系 是吧 明暗的光影关系 你看这个素描 看上去相对要简单一些 但是 能淡淡的看出来 它好像有点色彩 是不是 看到这有点红 是吧 嘴唇好像也有点红 脸住的好像还有点白 我们看 它是画在一个灰色的纸上 并不是画在一个白纸上 是不是 并不是画在白纸上 那这个穷子 你看它用了蓝色的成分 它只是用了蓝色的成分 就是 涉入了一点点的色彩 它是以素描的形式出发 重点研究形 动态等等等等 但是呢 涉入了色彩 用了色彩的形式 所以说 素描呢 它像那个概念 概念说的 它还是有点狭隘 有点狭隘 它不是一个 广义的这种 这种定义 还是比较比较面 还是比较窄的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图片呢 要能看得出来 就是说 这个 对素描的这种认识呢 不要太有局限性 不要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素描 或者甚至一些其他的没见过的 就不知道它是不是了 那就不行了 你看这个素描画的多漂亮 是不是 这是一个非常写实的一个人物了 可能我们很难想象 它是用这个干性材料画的 但是它确实是用干性材料 笔啊 木探啊 探金瓢啊 等等等等的 画的非常的精致 这个也是意大利的一个画家啊 阿尼格尼 画的也非常的到位 它衍生这个金 这个玲珑剔透 非常透 这个也是啊 你看它都在画这种形体啊 里头可能有些地方也摄入了颜色 但是它都是略微的摄入 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大的 你说它有颜色吗 肯定有 但是它没有完全是一个大的强的这种色彩 全色的一个色彩 这个也是 你看我们从这个脸上能感受到 它有略微的一点点这个 这个颜色 是不是 但实际上呢 它还是一张素描 它的重点呢 是侧重于形体 空间 明暗 等等等等 它的研究的对象是侧重于这些 所以说 色彩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去 重点去画这个皮肤的颜色啊 头发的颜色啊 衣服的颜色啊 不是画这些 它重点还是在研究它这个人物啊 这个角度 躺下去之后 那个头的那种厚度 体积的那种 那种立体感 这些素描里边研究的对象 是吧 这个呢 就更结实了 同样的这种 效果 你会发现呢 很多次画在灰色之上 它是提了白色 加重了暗色 但实际上呢 它还是单色 你看我们从这个前面呢 看了有些 你看 它是接近于这种素材 一些记录 收集 像它后面呢 就是越来越能看到 它有一种 独立的这种表达性 通过这个画面 它画了这么多鸟 就能发现这张画面 本身 它就很有创意 本身就很有创意 它已经是独立出来 把这个素描呢 当成一种形式去创作 并不是说是单纯的一个练习 这个呢 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考前的素描 考前的素描 这个也是 也是考前的 我们在学习当中呢 都会遇到这些内容 这个也是画的非常细的 非常精致的一个老人的一个头像 同样素描 你看有的东西 有的画面呢 它这个调子画的非常的多 明暗用的特别多 它可能画的比较慢 有的呢 画的比较快 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这个是石膏 镜物 你看就非常写实 特别像这个 我们的光打下 拍一张黑白的照片啊 就这种 表现这种明暗的关系 表现它这种光影 这是素描的一些 最重要的一些任务 通过的素描的训练呢 要完成这些内容 这个是人物 你看在这种环境下 它通过素描 我们能够表现出非常 生动的这种人物现象 黑白 是吧 你看 我们分析 它这个上衣的颜色 裙子的颜色 裤子的颜色 鞋子的颜色 地面 还有后面的墙 包括头巾 你会发现它是几个色块 是不是 它是几个色块构成的 它并不是画什么东西 它是不同的色块 围巾是最亮的 其次呢 后面的这个墙面 其次是底下地面 再是后面的墙面 再是衣服 再是裙子 再是裤子 它有个秩序 包括这个 你看 我们它做到这样 虽然说没有看见灯 但是能够看到一个 非常强烈的光线 从头顶上打下来 一看呢 就是一个灯光 是不是 这就是素描里边 它的魅力 它能够表现出 这些这么多的 丰富的内容 这个呢 它可能不是用这个 简单的这种 铅笔啊 或者是碳金 碳 碳笔啊 等等的 这些 干性材料表现出来 但是它也是一种 素描的效果 它画的也是一个 黑白关系 黑白关系 是不是 哎 你看这个镜物 多好看 它就是我们常见到的 是吧 常见到的一些题材 就一辆自行车 堆到那 可以画的这么生动 是吧 这么漂亮 非常好的一张画面 这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素描 它只是画的题材不一样 我们大概看一下 你看 从这个图上面呢 就非常有针对性了 我们能看得出来啊 它也是用素描的形式画的 我们能看得出来 你看底下呢 是一个骨头啊 锁骨 锁骨和这个 胸骨胸阔 这个关系 然后到这块呢 画的是一个脖子上面的 一个结构 是解剖过的时候 就是把皮给扒掉之后的 一个结构 那这个是 我们从这个画面 能看出什么呢 能看出 它们是通过素描的形式 来研究 研究这个身体的 基本形体 研究这个身体的形体 这是多么复杂的 所以说呢 素描它这个时候 它的功能 它就体现出来了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 推敲和理解 很多复杂的东西 复杂的东西 这个也是啊 这是一个耳朵的 一个石膏 你看解剖 它画的是一个头骨 通过这种关系的理解呢 能够很清楚的 或者说是很深刻的 训练到这种 对这种骨骼 解剖 等等这些东西的理解 对于我们后期的这种人物 常规的人物的 写生呢 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这就是作为素描 它是一个研究性的 它是一种 作为一种研究性的形式呢 来呈现出来 你看 这是画的一个枕头啊 非常漂亮的一个枕头 那我们从这个上面 就能看出 它已经是完整的一张作品了 它表达的是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枕头 是一个完美的一张作品 它并不是在研究什么东西 是不是 我们前面看的那个呢 它画解剖啊 先画骨头 再画肌肉 这一看就是在研究东西 在这个的话 它就是表达 没有别的东西了 那这个是不是 放得很完整 光感的一打 两盆花 放到这儿 非常漂亮 它并没有说是在研究上 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 创作作品 这个也是啊 非常漂亮的几个玻璃机名 这个它就完全是在表达了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这么多啊 因为我们刚开始呢 还没有接触太多啊 如果说一上首先 滔滔不绝的说上很多 那我们最后就傻了 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我们只要是通过这些图片呢 来看啊 素描原来是可以画成这样 画成这样 或者说是啊 素描原来这个也可以说是素描 只要知道这个概念 然后在后面的学习当中呢 我们会一步一步带领大家呢 就是说 一步一步 开始学习 从这个最简单的这种 学习前的一些准备啊 包括工具材料的介绍啊 等等等等 就是从一个完全对这个绘画 对素描 对绘画 完全是没有一点点概念的 从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 一步一步带着大家呢 就是说从 从这个 一个无知的一个状态里边呢 一步一步 开始变得就是 相对专业起来啊 这是需要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 需要很漫长过程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一节一节的来去理解 一节一节去消化 这个绝对不是像看电影一样 看一遍之后呢 好像就懂了 或者说会了 就每看一遍呢 都会不一样 所以说体会和理解呢 每一遍里边都会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 学习当中呢 一定要去反复的去琢磨 反复的去阅读 反复的去听 反复的去看 反复的去消化 这样的话 每一节课 我们在这个 学习当中呢 才能够消化更多的这种知识 这样也非常有利于我们 后面的一个进行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啊 大家对这个素描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就可以了 这节课呢 没有太多的这种难度 或者是难点 就是主要是来介绍